全球经济不景气 事实上在过年前就有不少台湾的民众 是已经遭到了裁员 有的人保住了饭碗 但是呢却在放无薪假 很多人现在共同的话题 就是分享失业的经验 我们也带您来听听台北桥下 失业族群的行声 街坊邻居泡茶联络感情 但话题却很伤感情 分享的全是失业经验 16天就失业了 财源 小孩子工作也不稳定 你年后还是会有什么财源草不是吗 你还是会担心啊 然后你不会 每天都是担心啊 对啊 我是没头罪没错 我儿子啊 孙儿都大家都已经都 毕业了 做兵回来大家都都没头罪 真材啊 有真材啊 但是没有经常贵到钱啊 对啊 老公做做的说贵到没钱啦 不知道是不是怕失业就更小 这位阿嬷只敢背对镜头 吐苦水 他们不是不想找工作 但掏楼真的就没头罪 台北京那些核框 不是早上那种零食工 有啊 我也经常在那里做零食工的 现在连零食工也没了 就没头罪了 也没头罪了 马总统啦 应该蒸蒸气嘛 把力量拿出来啊 不要跑那个什么马家装什么地方啊 把经济搞好 在总统 认真的为我们民来做事啦 对抗不景气 马总统紧急宣布 要多加两万个工作机会 这些多出来的工作 失业者可得像手中紧握的杯子一样 好好把握 这里是詹潮晨 林嘉远 台北采访报道